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我很荣幸能代表中国代表团 宋桃园这个地方风景优美,气候宜人 感谢伟大统秀金日成主席把这么好的地方留给了少年儿童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和世界各国的孩子们在一起进行交流 互相介绍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孩子更好的热爱和平 我们相信在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 民主党会变得更加烦烈和敌烈 最后忠心希望中国和民主党的友谊 像松树一样万长青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非常愉快来到中国的国家 因为我们更加热爱和国家 在这个团队我们已经来十多年来 大副副伴先生建设这个团队 和称孩子国家的国家 在这些团队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每次都很大的关注 孩子们都得到资格的兴趣 与孩子们的兴趣 与他们的兴趣 与他们的兴趣 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 在27年变化 这个美丽运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